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香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甄必詩,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芒也好 多謝各位,大家聽到我今天的聲音就相當醒神 還是差最後口氣了 你不要這麼焦直,你不要去吃煎炸的東西 不是又衰回去,像馬达那些,千萬不要碰 不然又衰回去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靜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能留意見識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就說說西梅真是衰狗格 大家知道全世界都渴望和平 你看看現在整個世界的經濟指數 真的差得不堪 戰爭、戰爭、戰爭 圍繞著我們的生活 當然,你說有沒有影響 中東這場戰爭對生活的影響 不算大 但是你知道中東最厲害的是什麼有 如果它動蕩,我們沒有好知覺 沒有戰爭,當然繼續撐污 撐污之下,大家全世界一起受 現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減息 這個世界現在好像有一股壓力 亦都令到美國很多抗爭者出來的年輕人 但是你知道很多媒體就唯恐天下不暖 因為天下暖的話,他們就有新聞做 想不到這次的CNN 大家知道CNN是造假的 這些旺跡也不少 原來美國媒體曾經爆料說 埃及作為一個這麼重要的 在調解這場以巴衝突的國家 原來CNN就說他們自己靜悄悄修改了 條款導致加沙的協議是跑湯 我是不相信的 你知道這些事情 他們怎麼敢自己修改 他們跟哈馬斯和其他巴人談 你放出來這樣的消息是想欺騙誰 有幾方的人員牽涉在裡面 我覺得他跟美國解惠 我覺得他跟美國解惠 看回原來這宗新聞 就令到 調解之國埃及震怒 阿哥,我這麼辛苦 你居然污衊我? 他們更加說 會退出這個協調工作 你自己找人去搞 CNN在報道中 就說引述消息人士 又來這一招 這些消息人士是害死人的 當然他們對付中俄 有沒有消息人士是你自己的 對付中俄就經常用這些 原來埃及情報部門 自己靜悄悄修改了以色列今個月 早前已簽署的停貨協議 導致一項本來可能令到 在尾巴釋放雙方人質的 這個談判協議破裂 當然報道也說 5月6日其實哈馬斯接受了協議 並非卡塔爾和美國認為提交給 哈馬斯所審查的協議 埃及情報部門的舉動 也引發起美國卡塔爾和以色列官員的憤怒 還有指責 令加沙談判陷入僵局 甚至是破裂 但是呢 全世界都沒有人說是CNN說的 當然了 三名消息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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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名沒有姓 就說主導著修改條款的 是埃及的情報官員 這個情報官員 當然了 就好像說到罪大惡極一樣 我相信 真心說他真的不敢的 想一想如果他敢做的話 他不敢做的話 他不敢做的話 你會知道 其他有牽涉其中的人都會發聲 你玩了嗎 還有你知道整個穆斯林世界寄託在他們談判 如果他亂差的話 其實全世界遭殃也會令到穆斯林同胞遭殃 所以我是不相信的 除非 除非這樣 除非不想再談下去 除非不想再談下去 這個也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 他現在就說他自己改了 這件事我是不相信的 你一改整個談判陷入僵局 或者某程度上都是不用再談下去了 對 你改了對方又不接受 然後又再修改 短期之內不會成功 談也沒有位 你又要想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方案 你現在突然間改 看回原來 CNN就是老屈這位 是埃及的資深情報官員 叫哈萊哈 他是埃及情報總局局長 這個叫做Abbas Campbell的高級副手 代表滑船的工作 原來CNN也說哈萊克 對以色列說一套 對哈馬斯又說另一套 其實這件事是不行的 這件事我絕對不相信 因為你一出來的效果 為大家對他對反 頂你了是不是 對 為了令哈馬斯點頭 更多哈馬斯的要求 被加入以色列之前默許的協議當中 以色列和其他滑船方 全部蒙在鼓裡 亦都說各方 都是以埃及向哈馬斯 提供了同樣的文件作為記準 CNN也說 原來協議當中 關於 結束戰爭的措辭 可能是談判當中最棘手的問題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就說 哈馬斯的回應 和以色列的核心要求相距甚遠 原來他們亦都說 覺得被人騙了 當然全部的責任 都推在埃及身上 原來CNN的消息人士也說 當美方滑船談判 帶頭人 即是白恩斯 即是中央情報局局長 知道這件事之後 本來說話很溫和 他就生氣到爆炸 白恩斯很憤怒 並且難堪 就說不知道怎麼搞下去了 當然 你就問當時人就可以了 中央情報局 是沒有任何評論的 我問他就不回答 不回答是兩層意思而已 是或者不是 我說的都是廢話 但是如果是的話 他也可以直接回答 我是不明白的 當然啦 5月4日的時候 哈馬斯代表 就在開羅 一起去談 後來 我看回 談判是破滅的 不過現在以色列又說再次入局 這個都挺過癮 說真的 我覺得大家都有心 也不想再這樣僵持下去 以色列的壓力也大 你知道他就被 國際刑事法院向他們的總理和 國防部長發了通緝令 事實上他們也不願意看到 因為 都是難看的 看看埃及方面有什麼回應 埃及是震怒的 埃及立即是駁斥 埃及的一位高級官員就跟媒體說 一些當時方 玩起了指責 指責調解人的遊戲 埃及對於某些方面 被蓄意這樣侮辱 令到袈裟實現不了庭方 感到震驚 究竟是否有人放了 還是有人談不成 之後就向媒體放了 至於他們 這件事反而比較像 是吧 是美方還是異方 我反而覺得這樣比較像 因為他沒有必要這樣做 除非你不想談 除非你不想談下去 但不談下去對他也沒有什麼好處 埃及國家信息服務局局長拉薯曼 他也說 CNN 報導是錯誤 沒有任何訊息或事實 Fake news 因為他現在口爽 不是荷包粒 只是口爽 只是貪口爽 你想想他就說什麼消息人士 你又不說誰了 你經常說什麼消息人士 保護他 保護這個 保護消息來源 沒錯 等等就說什麼 朋友 搞手搞手的朋友 沒有人相信的 這些事情 大馬俠是說牛頭鋼 述數 你就說消息人士 隨便作人也行 原來 埃及也發了一份公開的聲明 很完整 他們的部門就說 埃及堅決否認這些指控 埃及國家信息服務局 已經正式向CNN 發行抗議 提供 提供證據駁斥有關的指控 並且要求CNN 立即 公佈埃及方面的回應 他當然不會道歉 當然 這位拉10萬 他就不點名指出 埃及最近已經注意到 某些方面一在 指責 是調解 是呀 早前叫 美國的議員不是罵查卡塔爾 是 一又是調解人 其實 你們是不是想和 還是不和 說真的不和 美國人也有好處 有軍備可以賣出去 共和黨很爽 因為不屋 繼續這樣僵局下去 民主黨 租 那些選情 都可以說再見 沒錯 首先他們就說 第一 卡塔爾被人攻擊 現在做到埃及 而且看來 他們經常說 調解人偏探某一方 拉10也暗示這些詆毀 埃及的角色 好像企圖於服務於個人政治利益 以及國內強大的政治危機 那有什麼地方政治危機呢 美國大選叫做政治危機呢 哎呀 這件事 剛才 你說的攻擊那個 其實不止共和黨 攻擊卡塔爾 也是民主黨人的 會不會轉移私先呢 因為如果能夠談判的話 他就可以 有些票回來 談不定 那就去罵人了 談不定的話 哎呀 對不起各位支持者 我們想好好談的 信不信你 你談不定 你想轉移給 其他有關的人 你能否轉移到 某程度上你也要博 但是如果你說 埃及那方面 他改的條款 對他沒有好處 我改你做什麼 不過這種叫做 是 這種complaint的遊戲 我們都經常在 大家談生意 或者談判當中都經常見到 就指責對方 你改呀 說真的 你有些少 社會經驗也知道 剛才我們一分析你就知道 根本 對他有什麼好處 真心說對他有什麼好處 是沒有好處 是沒有好處 為何要這樣做 其實埃及 都是用了很大力去滑船 他們總統塞西 都是奔走相告的 當然 最後埃及 他也是很生氣 究竟是什麼人 和媒體 串在一起 埃及也說 散佈假訊息 和有關 埃及 是做反作用的謊言 即是現在這樣 你反作用的 幫不了手 就企圖懲罰 埃及的正直 也是對 對巴勒斯坦民眾合法權利的 這個堅定立場的 污衊 他也提到 埃及最近 要求 是 巴勒斯坦人 應該 是管理拉法 過境點的 他是管理拉法 過境點 巴人的那一族 其實正常 他堅持要求 是很正常 因為根本是巴人的地方 並且 原來他就說出了細節 並且他是拒絕承認 以色列佔 領過過境點 巴勒斯坦一族的合法性 你不要這樣佔了別人就當是合法 當然埃及最後也說 散佈假訊息的人 就像你CNN 你們說到異正延遲 其實你這樣也有些阻咒違約 甚至是幫兇 就說要對加沙 空前的人道主義危機 和種族滅絕 一千上萬 無辜巴勒斯坦人 的離世和流離失所 飢餓和加沙一帶的一切損失 以及以色列的加沙 這個軍事行動造成 的生命世號 負全部責任 不是負全部責任 也可以說負 生命世號負全部責任 當然了 西梅的彩理也有味 當然了 最重要的時間 開羅就不斷向以色列施壓 要求以色列從拉法撤軍 並且放棄 遭到國際社會反對的全面 出兵計劃 即是他打算地面行動 當然現在是未開始的 與此同時 以色列和加沙折讓的埃及那些地方 在歷史以巴衝突當中 發揮著重要的滑船工作 其實沒有了埃及 其實你是不是想 趕走埃及 我也不想這樣說 但是 你看看 你做的事情 兩個最重要的都被你挖過 埃及和卡塔爾都被你挖過 是的 是嗎 所以這些 西梅真是衰格不得了 總之 他對他有利的話 他就不斷這樣說 對他沒有利的時候 就當是看不到 什麼叫正義 對不起 我真的看不到 你說得這麼好 是嗎 跟 以色列和加沙折讓的埃及地區 實際上他們的壓力很大 那些消息人士跟CNN說 談判重啟 預計卡塔爾 將發揮更大作用 不過埃及仍然是談判的核心 你趕走他就不談 撐你 是嗎 因為 他跟哈馬斯關係比較好 而且相對於卡塔爾來說 以色列更加偏向埃及 這樣說 真是假的 另外 還有一條新聞 你看看他們的商標多厲害 原來就是有關CNN的事 大家知道國際刑事法院 的檢察官 就以涉嫌 是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申請 拘捕內塔利亞胡 就是通緝令 原來內塔利亞胡 也接受了 是CNN的訪問 但是 在露批 國際刑事法院對自己指控時 內塔利亞胡的一句話 就令到CNN的記者 瞬間 變了念 是甚麼事 原來 就是 在採訪當中 CNN的主持人 也是知名的記者 就是塔帕 就向內塔利亞胡轉述了 國際刑事法院的指控 內塔利亞胡當然是發猛争了 進行了一分鐘的發言 一分鐘發言就是罵人 猛烈評擊 但是 在回應以色列 故意令到加沙民眾陷入 饑荒時 戲劇性的一幕就出現 內塔利亞胡先強調 以色列是保障了加沙的糧食供應 嘩 真厲害 另外一個更害怕的 亦押制了當地的 食品價格上漲 為了 增強自己的說服力 內塔利亞胡特別提到 就在加沙二百萬人當中 有二十三或三十人 營養不良而離世 但是在2022年 美國有兩萬人 即是 崩口人幾崩口碗 然後 他就說 美國人口 比加沙多那麼多 但是兩萬人營養不良而離世 之後呢 可以互相比較 為什麼會去到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怎麼來 不過很搞笑 因為他一說到美國的不好的東西 之後 這個CNN 他的主持就馬上變了 面色變了 那塔利亞胡就是 關於美國人營養不良的說法 在某種程度上 原來根據 聯邦統計局的數據 作為發達國家 其實 美國小朋友 其實都是 糧食不安全比例 這個是數據 糧食不安全比例 是高的 美國 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 亦都看到 18到2020年 急需解決 飢餓問題的美國小朋友 就需要 有1400萬人 所以 內塔利亞胡就打算用 美國也有那麼多營養不良 淡化加沙的糧食危機 無疑之間 就令到美國 陷入了一個 非常尷尬的局面 聽到這句話 想不到塔利亞胡就說 欲言又止 他樣子挺過癮的 看不到內塔利亞胡 這樣反彰我一軍 你可不可以 收聲 收聲 是嗎 這個好笑 已經送張給你上的了 怎料反彰我一軍搞錯 沒錯 露出了欲言又止的困惑表情 雖然這段對話 他很差勁 這段對話保留在CNN的直播回放 但是 並沒有出現在CNN 刊發的文字新聞當中 哎呀 是不是共產黨做的 共產黨不發新聞 沒錯 新聞自由 對 說到你那些 又不敢 審查 在CNN為何審查 是的,這真是淡笑 值得提的是什麼呢? 原來2021年12月聯合國曾發表一項叫做 擁有食物是基本人權的提案 獲得186個國家贊成 很搞笑 全世界唯一兩個國家投反對票 就是以色列和美國 這麼好笑 是不是以色列就擔心在袈裟做事 令到他們 崩開人記,崩開美國是否死在以色列呢? 我只覺得很少跟你做的事情倒閉 這就是商標,我們說過很多次了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網友 下節再為大家分析其他議題 再見 拜拜